嗨 大家好 我是米薛 我們最近在日本的網站 看到了非常非常神奇的飲料 它就是 日本人真的是熱愛珍珠 熱愛到一個瘋狂的程度 身為珍珠奶茶發源地台灣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讓日本專美一切 所以我們要來親身實驗一下這個 珍珠啤酒到底好不好喝 我個人覺得珍珠啤酒很容易失敗 所以我準備了其他 好像可能比較容易成功的氣泡飲料 可樂 雪碧 黑松沙士 C&C 這些氣泡飲料我們都會拿來家家看珍珠 看他們家的珍珠到底好不好喝 然後我們使用珍珠就是 在全聯就可以買到的即時珍珠 它非常非常方便 它只要從冷凍庫拿出來 然後倒到熱水裡 等待個30秒 就可以直接吃了電明的一個發明 先幫它鼓掌一下 那我們剛剛呢 珍珠已經泡好了 我來試吃一下 看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味道可以有一點加工 這個 沒有味道的珍珠我們不能端出去 所以我們準備了黑糖 然後增加一些味道 加太多了嗎 不會啊 珍珠就是越甜越好吃啊 在想什麼 我來試一下 飲料店不能像我這樣試 有點微妙 沒有進去 看一下有沒有幾個 你試試看 有幾個 給過嗎 好 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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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這個啤酒我們先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它太有挑戰性 我需要一點心理準備 先從可樂好了 我們要先放珍珠 一勺 一勺好像太少了 對不起 兩勺 誒 這樣子看起來 誒 珍珠呢 欣珍珍珍珍珠你在哪 我來喝喝看 唉 其實可樂很甜 我不知道 珍珠還會不會有味道 不好喝也不難喝 我喝可樂的時候 我會想要一個很爽的感覺 可是加了珍珠 它就有一點扭扭捏捏 因為珍珠我需要咬才能吞下去 四分吧 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雪碧 雪碧我蠻期待的耶 它變黑松莎絲耶 它是黑松莎絲的顏色吧 它比較搭耶 為什麼 它變成黑糖口味的雪碧 然後再加上珍珠 你就會覺得它好像蠻合理的 下一個 因為我們的杯子不夠多 所以找了一個這個杯子 那我覺得應該要試一下莎絲耶 珍珠雪碧我覺得它是七分 它是中上好喝的 可... 然後這個珍珠莎絲呢 這個珍珠莎絲比可樂還難以言語耶 我第一次在喝莎絲的時候感受到藥味 莎絲我給它 三分 我真的不喜歡 喝莎絲的味道 對 如果台灣人從來沒有體驗過日本人 為什麼喝不了莎絲的話 建議你們可以加黑糖珍珠下去試試看 藥味 貼布 沙龍帕斯的感覺 很...很了不起耶 跟大家...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杯子不夠了 所以呢最後兩杯我們會一個用這個杯子 然後一個用...用這一盆 來當作我們的杯子 這杯我會拿來放啤酒 那這個我們就先來喝一下CNC 就是它可能很好喝也可能很難喝 就是... 因為它的味道跟雪碧有點像 就是清爽類型的 然後感覺挺百搭的 對 但是它有檸檬 然後它其實味道又比較濃一點 它好像黑松莎士喔 CNC加上黑糖珍珠 它會變成黑松莎士耶 不好喝耶 但是很像吧 我覺得還好 不像嗎 我覺得它也是三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期待已久的 珍珠啤酒 如果你在日本想要點的話 不一定會有 但是如果有的話呢 它會叫做 塔皮歐卡壁乳 塔皮歐卡就是珍珠 然後壁乳就是...啤酒 那我現在要把它倒進去了 啤酒加上珍珠 這就好不好喝 好 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的珍珠啤酒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請一號獅子圓來試喝一下 它不能喝酒吧 我喝 我喝 我覺得 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五杯 五杯 用的都是同樣珍珠對不對 但是這個珍珠啤酒裡面的珍珠 吃起來特別的甜 我覺得可以接受耶 對 它就是可以接受 越喝越可以接受 而且不知道是錯覺 我覺得 啤酒裡面的珍珠比較鹹 有 對不對 有 這珍珠好好吃喔 原來 日本人不是亂來的耶 是真的可以耶 只是 喜歡那種大口喝酒的人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過 因為你一定要洗管喝 我覺得我們要讓其他人來喝一下 我們要造福一下其他的同事 我們今天邀請到史上最多的試吃員 總共有三個人 哇 除了一號試吃員之外 梅伯跟黑仔熊都是九個 在座的各位都是九個 耶 那我們今天嘗試的是一個 在日本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個 新的飲料 叫做珍珠啤酒 不開心嗎 這是真的喔 真的真的 真的 就是好神奇 台灣還沒有 日本有珍珠嗎 有啊 他們現在好愛珍珠 好愛手搖杯喔 因為我之前喝過他們的珍珠都被騙了 都不是珍珠 但現在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珍珠就是 全聯買的即時珍珠 喔好好好 就是不要對它抱有太大的心態 沒關係沒關係 我期待的是酒精的成分 對沙士這個 沙士太難喝了 我先喔 我先喔 來來來 好好好 開動的滋味音說 開動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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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啊 還不錯嗎 嗯 珍珠好喝喔 珍珠的部分呢 滾珍珠的話 你剛剛只管珍珠喔 你剛剛有沒有喝珍珠啊 藥味或者是貼布的味道 對我可以啊 珍珠珠很好啊 很不錯欸 要給分嗎 要給分嗎 給分 滿分幾分 滿分十分 這個我會給到七分 沒問題 三分 三分 你剛剛說不錯 你剛剛說不錯然後你給三分 你剛剛是負分的心情在喝他的 結果他有三分耶 那我是我也是七分 好那我們試一下就是CC CC lemon 哇是青檸檬就有點 這也是我剛剛看不到吃很多下 杯子不夠 要吃一下珍珠喔 哇沒幹嘛這麼客難的節目耶 欸我發現我是珍珠控耶 就是不然我加珍珠好像都蠻好吃的 這個珍珠你覺得好吃嗎 好像就像愛玉一樣啊 愛玉的感覺 因為愛玉本身沒太濃的味道 配這個就剛好 我們找了一群標準好低的試吃員 講什麼意思你講話 我剛剛突發起講他說只要珍珠都好 你現在就做個滷肉飯加珍珠也要試試看 喔有我們要做了 這個比較低一點啊 給個五或六吧 來講話 你起跑還是自三嗎 喔對 哇你標準很奇怪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嗎 來雪碧 等一下這個是你學說最好的嗎 這是我第二名第一名是提酒 就可以啊有什麼都可以 你什麼都可以然後給人家兩分三分 你搞神馬嗎 我只是說他可以我沒有說他好吃 這有點臭我先結論來講好 我只能給他4.5左右 好那我給他8分 也是負三幾跳嗎 我就是要比你高 因為這太甜了 喔 那可樂可樂 試一下可樂 感覺超難吃的 哇 中毒是不是 這真的是黑糖丸啊 你在說什麼不好意思我跟不上 黑糖丸是什麼 啊好臭 兩分 一分 就是要比我低 我幫你講就是要比我低 零分 哇 哇 那我覺得重頭戲真的啤酒要試一下 我猜應該可以 因為我知道 我就不說說了 前面這兩個味道比較沒那麼甜 而且太甜它就有一個主觀的味道了 混珍珠就很乖 這個酒放太久了 喔放太久了 來一瓶新鮮的好不好 那個冰箱打開一下 這是百威嗎 這個是金牌 金牌 哇 我覺得這就是你們不對了 拿金牌怎麼行 到底該怎麼辦啊 甜的啤酒的感覺 我已經完全沒有感受到珍珠了 不行喔 好沉重的臉喔 這酒不行啦 不夠爽 不夠冰 不夠冰 現在不夠冰又是金牌 我給它大概四分吧 喔 如果是冰的然後再換成百威 或是雪酸 可能就變八點 我現在假裝它是很低 好好好 你剛洗完澡很熱 然後打開冰箱 拿出來這杯是冰的 喔超爽 超爽 剛剛還聽到那個 嘶的這個聲音 那感覺有八分 你這個腦補很大欸 我覺得各位酒鬼的世界 我沒辦法融入欸 欸你可以講話了嗎 你可以講話了嗎 你在清桌子咧 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給八分欸 OK 不錯吧 它有層次 不錯吧 有點苦然後見甜的感覺 我原本第一口真的是厭惡到爆 你喝啤酒嗎 嗯 我還是覺得它如果是很冰 還是很透的話 我真的可能會給到八分 我在想我剛剛說的那個畫面 你說打開一杯就好 做好 放在冰箱這樣 你沒有珍珠這樣 回家試一下 回家試一下 要不要回家自己試一下 然後我們一起拔片 好像可以欸 我可以希望放三瓶不同的啤酒 那你要剛洗完澡 那剛洗完澡 那剛洗完澡 圍著穿著玉米 我自己這麼賣啊 我自己這麼賣啊 會Dislike欸 你喝完一瓶就要洗澡 不然大家條件不一樣 要演幾次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各位酒鬼 給過嘛 給過 這就給過 那我們今天實測影片的結果呢就是 珍珠啤酒是可以的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回家自己可以試試看 然後看完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去看看 梅伯跟黑仔熊的頻道 梅伯是梅伯喔 梅伯 梅伯跟黑仔熊的頻道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的欄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哇你手似好多喔 你手這個沒有在裡面 喔 那我頭這樣好了 我叫麻了 好了 我叫麻了